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透過我來電視網的轉播 一起欣賞108年第四次 全國公開組軟式網球排比賽 捏到底 那在硬式網球這邊當然不行 所以在打法上面一定是有所不同的 那種運動的原型跟 跟那個硬式網球跟軟式網球 有一點就是非常類似啊 桌球啊 硬式網球 軟式網球都是相當類似啊 比克球現在在台灣也慢慢有一批朋友 在推廣 運動原理都很類似啊 對 往前的階級 但是 揮球 很中文這邊 打在網子上面 運動來講 他的運動上會比 硬式網球來得少 因為他球質的關係他比較輕啊 硬式網球 他的入門會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他使用的那個 球的那個炫度 我們在打擊球的炫度 沒有那麼的多 哇 那在這個球打飛的一個情況 這球是OUT出界了 讓郭建群跟陳中文這邊 是拿到了這一個 這場的比賽啊 結果呢是有兩盤是直接拿下來 恭喜是由郭建群跟陳中文 拿下了雙打比賽的冠軍 那其實這軟式網球 其實單手回擊的力道上面 其實 以一般的選手來講 就已經非常的足夠 可以持續的來進行 再往前 黃林夢珍這個球還是 沒有辦法幫助 覺得隊友拿下分數 這個有時候是提振士氣的 一個好方式 是 這個反拍的扣球 這個要有很好的手感 扣的角度夠大 光致瑜在前拍的能力十足了 合理範圍喔 我們的左右邊是大概是要六米 郭千奇這邊來發球 哇這一球並沒有接好 接發失誤 讓郭千奇跟馮子瑜 直接來拿下這場比賽 最後呢是直接聯姻兩盤 並且沒有讓黃林夢珍跟羅索婷 拿下任何一局的情況下 比賽結束了 單打的部分 余凱文跟陳中文 又要再度上場來 就一決雌雄了 又要來上場來進行比賽 運動防護的觀念 貼渣的基本觀念喔 這個協會在舉辦這種 潛力選手訓練營的時候 都會有很優秀的這些師資 會進來教導他們這些科學訓練 或者是一些比賽臨場的那個 心理調整 對於場地的調整 是 那 第一局是由余凱文先行拿下 現在場上會比較少出現 突然掉了一個 差網球 余凱文這邊完全沒有辦法來應付 這就是剛才老師所說的 會大於球技 因為球技會有 身體方面的 的一些傷害啊 或者是年紀的關係喔 技術他一定會下降 但是熱誠喔 還可以持續的比較久 是 因為我們儀足球隊喔 在國內喔 像 在 龍甲大學啊 在 淡江大學 他的實力喔 堅強 而且 最堅強的是什麼 社會實力啊 這個是很多運動喔 需要去 深思的這個點啊 是 那他們在 這個入選 在 這一次 第四次的比賽當中 他們也是拿到第三名 在雙打的部分 這個球是直接掛在網子上面 余凱文 沒有辦法 把這個球回擊回去喔 讓 陳育勳 收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最後是 連下了兩盤 2比0 來擊敗了余凱文 恭喜陳育勳 來拿下了 男子 單打的冠軍 累了狗牙